好 開始 就是剛才 不喜歡斷訊壓到 對 那現在重新黏上 那他在這個蒸的過程 這個給你去 現在我們就等著 把這個菜捲跟他蒸熟 反正小白菜 偶爾就做成菜捲肉捲 這樣也是不錯 就是又多一道料理 各位可以看 這個是我昨天晚上 種的番茄倒著種 因為我覺得我還有很多 那個空罐子 空的寶特瓶可以拿來 跟他利用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個用釣的 比較不佔空間 而且 而且你要釣 隨處可釣 體積又不大 對 對 你看這樣 隨便拿 今天你要去哪邊 比較有太陽的地方 陽光的地方 然後去到處掛都可以 你就準備那掛鉤 有地方掛 這樣就很方便 這樣掛在窗戶上 對 對 就隨便掛 從窗戶上就很好掛 對 這樣就掛就掛好了 對 只是說這個就是要記得澆水 對 因為他不是採取那個自動澆水的方式 他已經翹上來了 對我發現有個問題 你好像用番茄倒著種的話 我昨天晚上種10點多吧 嗯 種到今天各位看 他的尾巴是這樣往上翹 這個也是快要翹了 對 這個也是往上翹 對 翹得好快 對都往上翹 才一天呢 一個晚上不到一天 不到一天 這根還沒有翹 這根也是翹了 這根感覺軟軟的 可能沒種好 傷到根了吧 沒關係 反正我們苗很多 這樣我就知道好像番茄倒著種 那個生長方式好怪喔 對 就是把它種下去喔 它是往上 無所謂 因為它的養分都會流到下面 你想這樣會不會比較營養 對 比較營養 對 看能不能把它種成功 試試看 那這一根可能是我有根弄受傷 所以你看 搞不好已經奄奄一息了 看情形不行 我再種過 其他四個都還好 而且這上面我 我算是 蠻貪心的人 在上面我還跟他種了 菜 種了一根菜 這樣也還好吧 也不會很浪費空間 對啊 我是覺得很好玩 這些菜也都還在 吃不完的菜 也都還在這邊 這些 這些 我看熟了嗎 幾分鐘的 那還沒那麼快 因為那個盤子不是很強 我開到最大嗎 沒有啊 要開最大了 對啊 這個菜 哎 這種越種越大了 現在就很大片了耶 各位看 你比較高 你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都快可以收成了 對啊 很大餒 好漂亮 對啊 又是小白菜 長得很好 嗯 今天的花看起來 比較鮮豔一點 噢 這個 百日 百日朝 不只百日喔 這個很久了 又開的都蠻大的 我還以為他 他這個 快結束了 竟然沒有結束 就是繼續的開花 所以買這一顆 感覺 物超所值 對啊 3.50嘛 可以養到這麼大 實在是 很不簡單 怎麼樣呢 對啊 你看那個 大家都會那個 因為你這個水一直跳起來 水跳起來 這跑到這裡面來 真的喔 這水放太多對不對 對啊一直高溫它 所以倒掉一些 沒關係 這本來就開水 等它煮熟再拿出來就 再等一下下 等一下也要切 切什麼 直接咬就好 夾出來就好 夾到這邊來就好 對啊 今天好像有霧霧的齁 今天也是有霧霾 感覺整個都 霧茫茫的 那在等的過程 我們去菜園 再繞一圈回來好了 那這個小白菜 雖然被我們採了一顆 還有39顆 總共40顆 所以不用擔心 還有很多小白菜 如果 如果覺得好吃的話 我們就可以繼續做 今天花開得更多了耶 你看 這有點像那個什麼 蝴蝶 它很像是三色錦 對不對 這個啊 這很漂亮 三色錦的那種比較小朵 對啊 可是它花朵很漂亮啊 上面這個 上面這個也 好像三色錦比較有種 對 這菊花都連下去 菊花好像 不是那麼好種 連下去 啊這什麼 那個日春也還好 日春也還好 如果種的話日春 好像菊花 它是本身就比較老 也是有開新花 對啊 也是有開啊 可是在我們移植過程 就是有受損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的這個 芥菜啊 現在已經 算 蠻大 算有點 老的感覺了嘛 那這樣的話 啊 準備要來跟它採收 來醃這個芥菜 就是用酸菜的醃法來醃 醃芥菜 我想把這個 番茄把它拉過來啊 讓它攀著 攀在這邊 不然會垂下來 對 要攀在這邊 從這邊長 這個現在很大朵 這個木耳很大朵 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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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在 長在罐子旁邊的叫木耳 而且好像 那個火手瓜 是不是要開花了 對啊 開花 這邊有開花的 這邊也有一朵 大朵的木耳 這個 紅紅的這個 萵具啊 感覺就像木耳 有點透明 蠻好看的 那我們家的草莓現在 現在已經蠻大顆的 看起來它的一個 漸狀的情形 應該還會繼續增大才對 這邊另外一側更多 更多 那我們種植館這個 鹿角窩巨現在也變得蠻大的 對啊 紅色的嘛 對 全部種紅色的 對這全部 全部種的都是 紅色的鹿角窩巨 不過還好這邊就是 啊 有 有做這個 自動滴罐啊 不然啊 這邊就 不會長這麼漂亮 嗯 有嗎 啊 都告著重點 應該 都往上長 對 好小 都往上長 這個啊 可是它好像也沒有 變得比較大顆 種了幾天而已 可能還沒有那麼快 根還沒有穩定 不然番茄 對一個禮拜差不多 不過番茄應該算是長得很快的 只要讓它根穩定下來 應該就ok了 好那 我們趁著這個 等待的空檔 到這個花園 菜園 繞了一圈回來了 那我想 我想這個應該是可以的啦 煮那麼久了應該也可以的吧 對啊 夾起來 好 好 有點縮起來嘛 對啊 所以這個水可能是裡面出水的 不是外面跳上來 對不對 所以看著形狀 各位就知道 這是 純手工自己做的 嗯 就是 大大小小 都 都不一樣 嗯 也是要來吃吃看啊 對啊 然後可以加點醬油 加醬油 加醬油 這個什麼好過來 蛤 那個 灰蟲嗎 不要加它一下 這樣 可以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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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吃看 可以吃吃看 那坐哪裡吃 我坐旁邊就好啊 這樣子 這樣 這樣 就吃看哪裡 來試吃一下 嗯 第一次吃這個 自己包的 這個小白菜捲 不曉得好不好吃 有點期盼 又有點怕受傷害 吃得到香菇味道 怎麼這麼小捲 就這樣吃 蠻新鮮的 好像加醬油有點鹹 太鹹 嗯 因為之前就有加醬 加鹽巴嘛 那個餡料 嗯 不要再沾醬油 嗯 挺好吃的 我覺得不要加蝦米 要密切喔 嗯 那蝦米 怪怪的 感覺比較多 要不然就是加芹菜啦 蒂芹還有絞肉 香菇 應該這樣也可以 對 絞肉香菇是OK 我覺得蝦米 因為 海鮮的味道比較重 你是比較不喜歡吃這個味道 對 快吃完 就吃了兩個 還有第三個 這個要配換應該就比較好了 可以了 可以再做 可以了 然後再做一些素的 比如包那個 包什麼 包 包胡蘿蔔 然後包一些素素菜的 那小的就吃了 嗯 這樣做得不錯 感覺有點鹹 所以這個要留著配飯 那我還煮一口飯 對 拿回家吃 拿回家吃啦 就這樣子 嗯 不過 這樣包起來好像 你沒有吃到什麼 小白菜的味道 沒有嗎 都被那個 內餡的味道 壓住 所以你也不太知道說 這是小白菜 就是小白菜 只知道有一個粒粒的東西 包在外面 對 包這就是好玩啦 對啊 然後又做做不一樣的料理 也許你可以把 小白菜的菜梗包在裡面 對 如果菜梗包裡面 要把它多碎 對 要不然它的菜梗 會穿破那個葉子 就不好看 嗯 對啊 就這樣 下次做就不要加蝦米 不要加蝦米 對 可能比較不喜歡蝦米 對 純粹肉就好 純粹肉怎麼吃啊 沒有味道啊 你要去調味 比如我們芹菜也在加 對 不加蔥什麼 應該都可以 對啊 肉加蔥 蔥花 那個小籠包 對 下次做做看 因為這現成的種 要弄掉 對 那個肉 可以說加那個 新鮮的蝦子 哦 對不對 對 因為人家那餛飩 不是有的蝦肉餛飩嗎 很好吃啊 對不對 那家裡沒有啊 對 家裡沒有蝦仁嗎 沒有 要再去買 我們上次買的好像 蝦子買了六斤還幾斤都吃過 沒有 我們蝦子來做蝦肉 好啊 人家說蝦肉餛飩 我們蝦肉菜梗 好 好 做給你吃 對 感覺不錯 好啦 那反正就吃到這邊 對 好啦 各位應該都吃飽了 哈哈 我們是還沒有 我只有吃這個而已 吃這個 還要回家繼續吃 好 那我們今天直播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關上 喜歡我的影片要記得訂閱 並將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話也別忘了幫我按個讚 謝謝你們 掰掰 因為今天這個剛好斷線 所以分成個上下集 不好意思 記得要看上集 看我們上集